我家里的人其实很多 因为实际上是太多的关系 就很难一次过把他们通通都请过来这边 所以其实今天我是有一个惊喜给大家的 我是特别的就飞回去香港那边 就拍了一段的这个VCR短片给大家来看看 介绍一下我们的家人好不好 来看一看 为了介绍家中的各位家庭成员 哥哥姜文杰可以从杭州飞回香港 首次公开了他已居住十年的25平米的家 我的电梯他亲人王子奖毕业证书 妹妹的哥哥 我妹妹很怕 因为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 在我家是有不同类型的家庭的产品 这位家人叫RJ 他是小龙猫 这是我们家的大姐 他是火米贵 小弟弟 有啊 二哥跟三哥其实都是角娃 蝴蝶角啊 另外一位就是钟角娃 这位大哥呢 他是文宫 亚洲雨林黑蝎子 两位的小妹妹 他叫小龙猫 六九孔龙 小弟弟 是容颜 二姐 七道夫 三姐妹 马尾尼 这个叫小河团 这里的阿坦达呢 就是我们的姑姑 魔鬼高度是能治愈他们的舅舅 我们的姥姥 巴西 黄翅鬼 他们家有好多动物 非常有爱的 很温暖的一个场景 可是我们在换到 刚才那个场景 所发生的地点 墙上斑驳 深水 发霉 那房子里面住了多少年 十年了嘛 地方是比较少的 但是在香港来说 因为香港的租金很贵 然后在香港 其实爸爸也真的是 没有买房子 我钱就是很少 就只好住一个比较小的地方 其实我们都知道 爸爸很心痛的 是的 但是我们真的想靠自己 一天告诉自己 我是从这里来的 我要从这里 好好做好我的事业 我要打出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